在五年前开始的时候五年来我们的IPF一路走来一步一个脚印 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努力都获得了来自中国和加拿大两地的所有各界人士的认同 那今年2019年ITPF马上又开始了我们的组委会的组成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这个答案 那首先我们有请彭博士到台上来 为我们准备我们的2019TIPF组委会任命证书颁发一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在这里我觉得在我们的这里有很多传媒的朋友 他们对组委员非常非常的爱好 非常非常的有感情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 但是呢 我们的组委员 即管容易很多 但是呢 也非常非常的有很多地方不同的 因此呢 透过这个讯言者 我希望呢 把我们的讯言呢 带到另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 在这里再去公司 这个宣传的成功 谢谢你们 谢谢 我这里有一个规定了 谢谢主办方 谢谢你们过去的贡献 谢谢 感谢您的感谢,订阅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我们今天感谢您的感谢